在去年年底大概11月份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 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核显的小主机 明凡的UM690 这款小主机无论是外观还是性能 都给我非常炸裂的感觉 这也算是金水接触到的 第一个性能这么强的小主机 简直是颠覆了我对迷你小主机的认知 前段时间官方针对上一代的痛点 又给它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那么今天金水就带着大家一起来 了解一下这款UM690S 到底比上一代有什么不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由于这次金水收到的是一个测试版 里面只有一个机器和一个电源 在这就不给大家开箱了 整体的外观和造型都跟上一代逐出一辙 在这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聊了 背面呢一个DC的电源接口 一个2.5G的网口 四个USB3.2进一 两个HDMI2.0 正面一个reset按钮 一个电源按钮 一个极为先进的3.5的耳麦接口 一个USB4 一个Type-C接口 那么这一代最大的变化呢 就在底部的风扇了 由于增加了风扇呢 它的厚度就增加了 那官方呢就取消了立式的支架 变成平放的摆放方式 而在底部呢 又加了四个角的支撑 那方便底部出风 对 你没听错 它的出风口呢 是在底部的 我们线下底部的四个螺丝 就可以打开底盖 大家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小风扇 集中的一侧 那主要对应的是NVME的散热 那另外一侧呢 就是2.5G的安装位了 这里呢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这个安装位呢 最高的线高是7毫米 就是标准的SSD 不管是机械的 还是固态的 都是OK的 像这种设计呢 它是免螺丝的卡扣设计的 但是大家要稍微使点劲 要按进去才可以 那接着往回看 我们回到主板 有两个16G的DDR5的 4800MHz的内存 另外一边呢 就是它的硬盘跟散热片 我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造型呢 还是比较独特的 手感摸起来也还算不错 那硬盘呢 采用的是金士顿的1T的固态 我们把硬盘拆下来之后呢 底下就可以看到 MT7921K的WiFi6的模组 在MT2的接口旁边呢 还有一个SATA3.0的接口 理论上呢 可以跑到6GB 这次的UM690 依旧采用的是AMD的架构 使用的是Risen 9 6900HX 它是8核心16线程 CPU最大核心频率呢 是在4.9GHz 搭载了最强核显680M 它的TDP功耗呢 会在45W 全系标配WiFi6网卡 跟Windows11正版首选 金水这次拿到的呢 是32加1T的版本 BIOS设置是默认 NVME最高读取是在4800M 写入呢 会在3900M 这个速率对于PCIe 4.0呢 还算是中规中矩 多次测试呢 还好 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好 接下来呢 咱们考个机 BIOS设置呢 是默认设置 风扇策略呢 也是自动 iD64单考FPU30分钟 核心频率一开始呢 是可以保持在4GHz的 那么过了一会儿呢 它就会降到3.77GHz 这时候呢 CPU的二级管温度呢 最高是在80度 机身最高温度呢 是在43度 功耗的杠杆室 也是从88W左右 后续呢 会稳定到65W 总体来说呢 UM690S的温控表现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机身最高温度呢 跑机整个过程中呢 也就只有43度 那性能释放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看一下 大家担心的风噪的表现 这次明凡在BIOS里面的设置呢 风扇的档位呢 一共有三档 那自动 手动跟全速模式 我们整个的测试环境呢 风扇为自动 那待机默认呢 是在1600转左右 我们使用分别仪 调节到A加全的模式 模拟人耳对环境的噪音响应 那么主机离人 大概60公分左右 模拟小主机 在桌面上的使用场景 那白天呢 我这儿的环境噪音 是大概40分倍左右 在小主机开机和待机的时候呢 在人耳附近 它的风扇的噪音 是在40分倍 基本上听不太大 在烤机的时候呢 它的噪音会达到41分倍多 就算离得很近 我们直接铁脸侧 在10公分左右呢 它的噪音最多呢 也是在43分倍左右 那么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散热效能提高的同时 它的噪音控制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水平 那同时呢 我们也在Windows下 跑了一些日常的测试软件 Thinkbench R23单核呢 1550分 多核呢 12809分 3DMark Time Spy显卡得分 1155 CPU得分呢 4449分 PCMark基本得分 1075分 生产力得分呢 9417分 内容创作得分呢 8887分 那摄影的测试呢 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简单的暂停看一下 后面呢 我们也跑了一下 4K中画质的卢瓦卢 跟2K中画质的原神 英雄联盟团战呢 最后也是可以达到 60帧左右呢 还是非常非常可玩的状态 大家要注意 这可是4K啊 2K中画质的原神 在简单的打造场景呢 也能保持在50帧 非常非常有效 那更不要说1680P了 这些呢 都不算什么 对于680M的核心 那么它甚至可以玩一些 3A的大作 那我们也简单的测试一下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些 3A游戏的实际评测呢 大家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视频 我们的测试完成之后呢 可以发现680M的 基本上可以满足 大部分人的轻度的游戏需求 甚至是一些3A的游戏呢 也是可以潜尝则值的 那办公和视频呢 就更不在话下了 那么由于这个机器 自带的Wi-Fi6玩卡 是7921K的 我们也做了一些 无线的测试 那握手速率呢 显示是1200M 我们使用微联通的 Cquora 301W 那开启160MHz 信号功率调的最大 那使用Homebox 内网测试插件呢 进行测试 那多种测试组合下来呢 最终得出最高的下载呢 是1.22G 那上传呢 是700M左右 那这种成绩呢 整体来说是基本上可以满足 日常的轻慢工 跟Wi-Fi的使用场景的 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小宝的最新的固件呢 进行了嵌入式系统的测试 那整体的功耗呢 会在17W左右 那加密算法评分 AS是767821分 天地排行榜在第5名 XX20呢 是440404分 天地排行榜呢 排名第2名 Chromemark得分 406117分 天地排行榜排名第3名 在整个嵌入系统的测试下 最高功耗呢 会在87W左右 那天地排行榜总分排名 第1名 非常非常值给力 带气增温和三热能力呢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得益于这两颗风扇呢 它整个的评分呢 碾压一众Intel CPU 好 相信看到这里呢 小伙伴都应该对 UM690S这个小手机呢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了 那目前测试了 大概两三周的时间 那整体的使用感受呢 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那上下两层主动散热 那给机器带来了更好散热的同时呢 比上一代呢 有了不小的提升 USB4的接口呢 更是点睛之笔 支持最高呢 8K60Hz的显示输出 那数据传输呢 更是来到最高40Gbps 那我们使用USB4的移动硬盘 进行传输测试 速度呢 最高可以跑到3000多兆 同时呢 它还向下兼容雷电3的协议 那无论是传输还是存储呢 都是相当相当给力的 那对于我来说呢 UM690S呢 简直就是一个无懈可及的产品 我是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那如果非得让我挑毛病的话呢 那就再多给一个网口 那就更好了 那正值双十一促销 那金水的小店呢 也会有一些优惠 官方的京东商城呢 也会有促销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那如果有需要相关产品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去我的小店看一看 说不定有你喜欢的产品呢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那感谢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在这里呢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转发 ging